台大公共衛生学院今天召开防疫说明会 台大公卫学院陈秀熙主任表示 从病毒的发展来看 它已经不是生物病毒 而是社交病毒 并预测未来的一周不含中国 全球将新增近51万的确诊 那我用另外一种语言 它已经不是一个生物病毒 它是一个社交病毒 推估本周我们认为 全球可能会新增到51万的个案 到这个3月28号扣掉中国 它的个案会达到73万2877个个案 如果你这样的推估 我们目前在这个病例再生数之下的 我们的疫情 在对于本土疫情来讲 流行控制算是还不错 中国大陆绝对不可能 所有的人都已经感染 他们大概还有三分之二的族群 是没有被感染的 那这一群没有被感染的人 如果将来有政策的改变 包括解开了这样的一个边境 是不是会从欧美国家回到中国大陆 而造成第二波的感染 这个我们不敢 不敢在这个地方做太多的这个预测 但是它的可能性是有的 陈秀希表示目前国内减害计划 已经进行了避免大型群聚的活动 但是民间之间的小型群聚密集群聚 可能是造成社区流行感染的隐忧 申请 是的 那么就能推出了 你说怎么能推出了 那么就能推出了 我们要设计